哈喽大家好,我是宇清玄 那么这期视频的话就跟大家聊聊装备的培养 那么首先的话装备培养中为三个 一个是计练、气纹、精练三个方面 首先的话计练是装备最主要的培养方式 特别是大境界界线 高等级的武器和视频的话会提供大量的攻击力 到了境界后期,每时期节点的话 武器会提供一个彗星倍率 甲和配的话会提供一个彗星格挡 那么法宝的话会提供一个彗星和彗星抗星 那么这些属性的话都是打架必备的 此外的话,武器的话还有一个共鸣的一个特点 就是每五级提供的一个神通、法宝、增上、减伤 这些的话都是除了攻法之外最主要的来源 所以装备的等级是判断一个真实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标准 那么打个比吧 虽然现在很多人都能越战 但是能越级练20级以上的我玩到现在是没有见过的 并且的话 装备的基础属性是随着境界的提高 相对于柱灵河先有这样的固定属性 杜劫武器的话 它具有几千万攻击 非常的保值 所以各位导游的级练等级一定不要拉下太多 心意培养的话我推荐刚突破时 武器比法宝高30级 视频比法宝高10级 然后就是拉法包等级 增举到后期所有装备几乎同等级练 气纹的话 花费的话实在太大了 而且提升的不是很明显 比如说摩凯 摩凯的话 它蓝色加4的气纹才提供23%的回0 而紫色词条的话回0就提供15% 那么4级升到5级的话 它要12万气纹经验 换上到天际阁三折气纹的话 就是7200几元 那还不如在拍卖行买一件金色回0 毕竟金色回0它就大概加20%的回0 那么气纹的话就是高头路小回宝 那么就建议少花资源在这方面 所有的法宝吃到同等级的气纹共鸣就可以了 那么最后的话是金链 金链的话就是相对 就是大客和巨客拉开差距的一个重点吧 因为现在金链的话 能提高装备的一个上限等级 但是对于平民来说 有条件的话 我们只要全部金链到1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实在缺柱气石和凌晨的话 也就金链上面三件装备了 毕竟他们现在提供的一个神通身上检查 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道友的话就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最后如果各位小伙伴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在评论区提出来 我会一个一个的回答